因为我作为一个我们外国政府的代表 我大概不太方便评论这个立陶宛国家的政治 那但是民主国家这个选举的常态 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表达 那尤其是选举期间 大家也都是可以针对任何的议题交换意见 那所以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在这边的代表 我们就是多观察多了解 其实我们在这边的任务之一 就是要reach out 就是要跟每一个角落的 就是能够接触越多人越好 各个层面各个领域 我们都要去尽量接触 那当然这是我们的责无旁贷的责任 所以我们就是很努力的跟各方各界交往 然后了解大家的想法 那当然他们NOSETA总统代表的是一部分的声音 那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声音 那至于说我们代表处的名称 我们台湾代表处的名称 其实是双方政府经过多次的协商 所达成的共识 那相信这个名称是 当然是一个辩论的议题 但是并不是一个是双方政府 有那个必要说要坐下来讨论 我觉得这是经过很长久的讨论才获制的共识 那现在并不是那个 要还要再换成第二次讨论的这个时机 其实并没有 其实我们的工研院跟这边立陶湾的一个半导体公司 叫Teltonica高科技公司 非常成功的公司 其实有很好的合作 双方针对这个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合作 其实进行的很好 那这个双边的进展也很顺利 那这个Teltonica其实 他们现在目前正在扩厂 那这我们在协助他们能够就是创 把他们这整个半导体的产业给创造起来 那他们这个整个Teltonica的场域 扩建完成之后他们其实是可以创造上千以上的新的工作机会 那对他们这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升级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 那我们除了跟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经贸往来 我们在先进雷射合作也非常的成功 因为立陶湾的雷射产业 雷射科技是居全球领先地位的 他们跟我们在台南的工研院的院区 有一个半导体的 有一个雷射的研发中心 那我们看的市场 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印太市场 还有在欧盟的整个市场 所以这个也是强强联手的一个策略联盟 的确这里维尔纽斯大学有设立孔子学院 那一方面因为立陶宛跟我们建立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中国就对他们有一个 除了经济上的胁迫之外 他们也把他们的大使馆降级到代办成级 那再加上疫情 所以他们的孔子学院 已经没有实体的教室在这边了 但是这个国家的华语需求还是有的 那大家也都众所知 全球都在检视他们的孔子学院 他除了提供学术上面的机会之外 其实他有他的政治的目的 大家已经渐渐觉醒了 那我觉得就相较之下 我们台湾其实才是真正保存了 这个悠久的中华文化的一个 我觉得一个正统 不管是语言 然后文字 我觉得那整个优美 那个历史 完整的历史 其实我们才保存的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我们来说 我们提供这个华语教学的机会 是顺便把我们的文化可以分享 而且没有hidden agenda 我们没有我们其他 说不出口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接触度会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 正在跟这个立陶宛的几所大学们 正在讨论 说我们这样把我们的华语老师带进来 然后在这个教授华语的过程 除了让他们学习这个 我们的文字之外 我们的语言之外 其实在那个过程 也可以学到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习俗 然后增进彼此人民的了解跟交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